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不仅是雅加达著名的高档商住区 也是深受国内外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 该区域拥有完善齐全的设施 以最高端和国际级别的设计理念开发建设 随着热心悦意的发展 印尼安巴集团和三菱集团也不断开发该区域 目前正发展建设了一个富力豪华的现代化独立城 Big Two Big Two呢 是Atmospheric Group和Saling Group一起开发 那这个该区域呢 占约6000公顷 那是具有这个滨海城市的观念 当然了 因为我们的位置就在海边 那旨在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独立城市 被称为新雅加达城 那Big Two呢 作为独立城市和发展 包括呢 就是有住宅区和公寓 商业区 如电屋和购物中心 当然还有作为商业中心的CBD 或者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还配备了Big Two居民和公众提供的各种最佳设施 我们也建设了Big Two内的一个暴露的基础设施 一些已经完成了 并可以已经使用的一些设施 就是有地号 那就是一个绿地 那我们既有60公斤的一个绿地 内设了一条天然的河流 第二呢 我们有一个4公里长的一个排射沙滩 那里有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阿罗哈巴西尔布地 那随后呢 还将陆续增设了一个Land Tan Marina的Jetty 还有一个Beach Club 还有Hotel等等 第三呢 我们有La Rivera 就是我们阿姆斯特达的一个旅游区 我们有圣母圣星的一个祈祷花园 TOKYO Hub 还有更多 那当然我们目前呢 也是在建和一些规划中的 更是一个鼠部胜鼠 那例如呢 我们有Eco Park 其概念呢 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八个区域 第二个呢 我们有NICE NICE就是一个 我们简称这个NUSANTARA的一个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那这个是我们的NUSANTARA国际会展 占地约30公尺 那第三呢 我们有IDD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Indonesia Design District 那这个是我们的愿望就变成了印尼最大中和的一个季型家具中心 那第四呢 我们有我们的那个教育中心 就是我们的Education City 第五呢 我们当然目前的主要焦点呢 就是我们的Millennial Park 就是我们的Chance一代公园 那面积呢 有20公尺 这个概念呢 是在一个地方能够提供人类生活所有的需求 那里面将有一个现代广场 或者一个球场 一个体育俱乐部和一个主体公园 那比如有一个泰式概念的一个区域 这里面呢 将会建造一尊四面府的雕像 那周围呢 有一个广场 以及一个泰国商品的地方 这个四面府的目的呢 当然是我们意识到呢 我们在这个PIC2中建造的不仅是一个时俗的领域 而且还需要有这个精神平衡 那其中心一 我们是就是带来了一个四面府 曼谷一模一样的四面府 当然是为了方便人们的击败 那所以在泰国呢 还来不及击败四面府的朋友们呢 能够来到PIC2来参观 那投资PIC2的一个前景 当然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投资机会 可以从我们多年来业绩的记录呢 看到 那此外呢 我们也是继续建设最好的基础设施 那这当然对PIC2的投资价值有直接的影响 那PIC2的收费 这个高速公路的交汇处呢 其实它会方便了我们从PIC2到机场 到一个雅加达的那个苏加东哈的机场 还是到任何的地方带来方便 那然后呢 我们也是进入到这个该地区 也像一个高速公路一样 到在那个整个PIC2的那个室内 那因为我们没有红灯 那因此呢 即使是32公里外的最远的位置 也可以在20分钟内到达 那也是一个重要点呢 就是我们的区内的基础设施 那例如呢 PIC2有自己的防洪系统和提防系统 那这些水处水处离场和缺义的维护工具的机械化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一起去了解